求众生 生命延迟 以大慈大变息 孤独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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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实说 放生很容易 就把它放到河里面 就像鸟 给它放到天空 这样没事了 拍拍屁股得到功德 现在最难的叫护身 所以我们云宁有这样慈悲壮严的护身园 能够让这些鸡可以在这边住 这个是太慈悲了 所以感谢我们菩萨 以供大家照顾这些鸡 然后在过一阵子 后面还有一块地 是我们张吉良 花妹如 他们在河边有一块地 也正在弄好了 将来也可以放一些鱼 甚至还可以救几只牛 也不一定 羊 吃草 那我们不可能救全部 但是我们有这一份心 比较重要 那现场还有尼丘 十八斤 所以合起来 念一下 十万八千九百六十元 随喜功德 随喜世界各地 所有放生护身 出钱出力者 同享功德 那要希望各位 如果你住在云林 有吸水 去拿起来 我们会一直送过来 那是各位的面包 那有树 有草 那就是有鸟 蚂蚁 甚至有看到很多流浪狗 所以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 送慈悲便当 用食物来上供下施 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心 虽然大家都有这条慈悲心 那这个慈悲心如何化为真实的行动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慈悲心去接触苦难的众生 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空性 因为慈悲心是人人俱足的 就像妈妈爱小孩一样 但是妈妈就没办法说 以爱自己小孩的方法去爱 她讨厌的人 甚至一只小老鼠 所以她会觉得 她跟我不是我的儿子 所以这个我的儿子就是我侄啊 所以妈妈的爱还是要保留 但是你要是爱那些 你不关心的 你讨厌的 你不认识的 甚至很麻烦的 就像说 现在有一个生病 每天要帮她洗澡 排便的老人 要去住在你家 哇 你就起烦恼了 起烦恼了 你如果说 这个月我十万 没有我把他照顾了 你没办法接受 那这个就是 没有空性 有我值 虽然我们有爱的能力 如果说 这个老人是你的爸爸 你的恩人 那个鬼心姑 臭臭的是你的小孩 你做妈妈 你自然会照顾他 但是如果别人的 我干嘛照顾他 这个就是有分别心 所以佛教里面讲 慈悲心 一定要达到平等空性 那这个平等空性 那你就必须要 不厌其烦 甚至接受苦难 甚至像释迦牟尼佛 你能够把自己的眼睛 骨髓 用各种的痛苦的 去牺牲 这样才可以 消除对自我肉体的执着 而且呢 也可以跟对方 结下很深的缘分 我老师跟各位讲 你如果想起烦恼 你一定要帮助 把人下恨 那这个人 还要跟你闭 还要跟你拍 后面又说你拍位 你实在起到要死 你也不能放起到他 那你如果觉得很麻烦 不想度他 那你就 你不想度他 就会变成什么 念一下 不想成佛 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 不是大乘佛教 所以大乘佛教 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 这个人再不好 那我们不会跟他心不好 这个人坏人 远离二知事 不是说我就不要管他 我的心不会被他污染 所以就像我们要去监狱 我们要去度一个坏人 然后我心不会被他污染 因为这个坏人 心念不好的人 邪见的人 那才是佛要度的众生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这个我执邪见 为什么佛要度我们 因为佛对我们不放弃 所以我对我意思说 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爱心悲心 对于很啰嗦的 甚至很麻烦的 很讨厌的 你都不能舍弃他 那从这里面 你才能够消除我职的慧 以及帮助各种因缘人的智 但是这两个要合起来 佛教叫悲至双运 但是这个悲至双运 是以慈悲做根本 慈悲做根本 你要太麻烦 所以要祝悲 祝悲你就不能嫌麻烦 你要嫌麻烦 你就没办法祝悲 它是在悲的过程里面 又能够把对方照顾好 又能够断除自己的执着 又能够让对方将来 往生净土 未来成佛 那对我们来讲 实在有点痛苦 就像我们昨天 我们嘉义安排 我们去那个特殊学校 很难 学生两百多个 老师一百八十个 为什么 因为老师一百八十个 他要每一个学生 至少要配一个老师 学生什么时候发疯 什么时候跌倒 什么时候乱叫 很痛苦的 而且听说 将近百分之九十 都是贫穷家庭 因为这种特殊教育学校 是国家办的 如果你有钱 国家不收 一定是你家里 已经是中低贫穷 然后你才有登记的资格 所以才能够把小孩子送过来 那国家来帮忙你带这个小孩 请专人这么大的学校 然后每天八个钟头 然后还要送他们回家 还有更远更贫穷的 没办法送回去了 国家要养他 有五十几个在里面 但是这个叫菩萨 菩萨提供 那个是因为国家在做 那菩萨呢 菩萨认为说 这是我的工做 我如果没去做啊 我就不是菩萨 所以我们最近 组了一个慈悲基金会 乃至慈悲协会 希望各位都来做菩萨 真坚好 真坚好 所以 因为真的有一点麻烦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 免贡自己去做 对我来讲 这就是我现在在修的 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但是 至少就朝这个方向 但是你越排斥他 你就越累 你越不排斥他 好像就越轻松 为什么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护持住缘 本来你要用十分力的 都会变成三分力 你想痛得要死的时候 就不会痛 很特殊的 就像佛陀在被割的时候 被杀的时候 痛到极点可以昏倒 但是 当他痛到最痛的时候 他就发起他的怨 我这样子痛 是为了能够成佛 让杀我的人 伤害我的人 让他也成佛 他就在最痛的时候 保持这个悲心愿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气入空性 就突然感觉到没有痛 而且所有的痛苦都恢复了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其实修行真是一个 一个自我降服的过程 你没有这样自我降服的过程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 完全当我直 正入真正的空性 你如果没办法这样 那你就没办法成佛 那真正的空性开始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 在有间 比较容易度众生 也不是就近度众生 就近度众生还要 疼你成佛 就是说所谓真正正入空性 我现在不怕死了 你叫我跳到会的 你叫我去逢台 那一家庭子 要逢台 我说稍微叫一下 那是宋教 好啊 你要叫那一家庭子 我给你台诗 我就给你求 你钱都要给我 我给你台诗 这样好不好 你会说好啊 因为你正入空性 对你来讲 没有面子的问题 没有寿命的问题 没有生死的问题 反而这个施济先生 帮你快一点成佛 那所以我们的主逼 那各位就要开始 断烦恼 改变个性 降服自己 而不能随顺自己 随顺自己 所以什么事情 都要勉強 所以佛教叫忍 法忍 勉強 去改变你的想法 改变你的个性 甚至有些人 心里总有一块东西 不能被侵犯的 像一个男人说 我老公对我怎么都没关系 我老公我就要给死 这样 连这都要放下 你的生命没有底线 完全没有我 没有底线 完全无条件的 都可以接受一切 只要是符合慈悲的 符合真理的 我都可以接受 就像各位在布施前 我们也不是没钱有钱 而是说 你今天有100块 你叫你拿10块出来 这没关系 我还有90块 你叫你拿90块出来 纯10块 说这样不行 你得跟自己相拼 先煮做这个菩萨 100块 我100块都要给他 不然也没够 但是你也要给他 你变没钱了 那这个时候 你才了解说 我有在收行吗 我是 我还有没有在修行 因为 我说我要资斗 结果我100块拿不出来 我要拿10块给他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挣扎了 那当然哪一天你就要修到 对100块 先保持10块 变20 变30 买了你有办法保持100块 就叫做可能要进入空性 断五次了 因为你只想到对方 没有想到自己 这个叫做空性 想到对方 还有阻碧 完全无误 那这样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我们不可以让收行 每天来打坐 拜拜 参加发挥 那是一个座言 那收行 当我们面对这个众生苦 或无常变化的时候 你的内心自在嘛 今天以前说你中暗情 那是你要挣扎了 我再交代好帅好帅 再笑一笑 你怎么就黏粉 你就很平静 不会怨 不会怨 心苦很痛 你也不会怨 因为你 你的 你的心灵的力量 已经超越你的肉体 别人觉得你很痛 你说这不会啦 这没什么事情 因为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 所以 那我这样说是各位 修行 看经典是很简单 但是要从看经典的 所了解 来面对这一段 变化无上 没法接受 你想想 难忍能忍 难舍能舍 难行能行 你不做这些困难 你就没办法自由自在 要做一个世界的自由自在 这种有空性 你一种心的菩萨 魔菩萨 那你就要颠覆自己 降伏自己 我没有构性 虽然我好心 我也没有构性 一切都是为对方 那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说 你只要颠到重点 就是说 其实 你今天在台湾去布名 要颂离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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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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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颂飞奔 当然 这个规定 如果你用一个菩萨 就想去收行 那 你会觉得 凤梅是小夹中 要颂梅 也没关系 我是照这个机会 要颂财柴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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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我没颂 我颂很多钱 但是我颂这个机会 还不怕人家说 还要颂财柴 你整天要颂财柴 你整天要颂财柴 就放几个狗 看几个狗子出去 说你要颂财柴 要颂财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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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财柴 你颂财柴 但是 你这种颂财柴 大家会注意 你就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呢 别人对你的飞奔 颂财柴 颂财柴 你都没办法照照 因为你来照台状 来给你磨练 照境界来给你磨练 不然我们这个 颂财柴 就没办法把他消灭掉 我们这个顶顶的焦柴 架柴 就没办法变 颂财柴 颂财柴 就像麻糬 你要拗到什么 就变成什么 拗到什么 就变成什么 那我想 对你来讲 各位听我这样说 你就知道 收行 你现在从今天开始 你都没在看经济 你把你等在山里面 等在菜池 那就叫你收行 你要在菜池里面 補持收行 他在抵豬 他在抵骨 他在抵尿器 尿器也在抵 抵的也在抵 抵的也在抵的也在抵 你整天就在菜池里面 在抵人 每天这样笑 你不贴冠字 你不财 所以 但是就那些机会 也会脱抵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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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故意的 故意的去接受这个世间的苦 离开了众生的苦 没办法成佛 而且还要接受承担众生的苦 才可以成佛 所以 这个叫杯子双印 一方面 累積这代 佛敌逗牛 有众生给我们保持 拉为牙子双双噶 缺口 你看看管隔隔隔中 还有众生为保持 别佛无忌 我们是对胸气里面 卖胸气的瘴 变成根本的没这个瘴在胸气 我们是连胸气这件事也没有 我们是把我起床这件事也没有 地毁 叫做平定 人们把你伴流生 你就动作口喇这样喝 这不应该喝 所以对你来说是没有分辨 你如果有分辨 你就没法真的去行菩萨道 所以没有境界给我们摸就不行 这个叫杯至双韵 杯至双韵 一直煮鼻 一直去保湿池喝一杯 一直来照顾自己的心 不能想起 专注 煮鼻 然后 还不能觉得有一个我在煮鼻 有一个你给我煮鼻 一种的地毁 然后在你用种种的方便 食叫方便菠萨蜜 放去台湾 我一定要怎么做到 大怨菠萨蜜 成就了真实有力量 大力菠萨蜜 最后你才有佛的智慧菠萨蜜 那大概 我今天本来要讲这些不很多 等一下有机会 菩萨神佛的十种菠萨蜜 那 你每一件事都要符合这个概率 菠萨蜜就是我们生活的概率 要怎么去做 所以 各位听我这样说就是说 虽然一件炒灰很简单的事 我们要怎么用炒灰 一件简单的事 把它化作菠萨蜜 你才去 你只要用头部 你不能说我火炒好就好了 我另外的阿弥陀佛 诶 你这个火你不把它用作菠萨 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火 所以就像刚才 我们的奖精 我们要怎么用这个奖精 这个事情 把它化作菠萨蜜 对一切出家人的尊敬 我们的所有功力 会用真的帮助 所有的重心 你不能说重心重心 结果重心有什么难 你都没去接手 你都不知道重心要抵什么 所以 对插个花 说个声 设个心经 那你 你自己让你设心经 你不可以跟外国人说 念心经 听得基本就听不懂 所以要怎么把我所说的心经 看作说营义 说西班牙语 说日语 然后 在家里喝茶 吃饭 然后 这种心经的法 这种的表现 这种的主宰 给他了解 所以 心经对你来说 是一个生娃 一般一出电影 不是用嘴给他说心经 是用我们小娘 给他说心经的意义 就像一个女人说 老公你说你爱我你爱我 你表现在哪里 还没要买我 没搁 因为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 那各位要了解說這個菠蘿蜜 那為什麼說 你今天說要煮鼻 你知道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旺旺旺旺 要怎麼煮湯好這些彩虹 要怎麼安排節目 要怎麼將這生命給死 拌一齣魚要倒對風 對你來說 如果需要用西門倒對風 需要用中暗淨倒對風 需要用車禾倒對風 你都會照這個銀面去拌這齣魚 對你來說 一切都是虛幻的 優遺幻 你就不會覺得有一個我這樣 在痛苦 所以同樣我們今天放生 老實說 我們不可能叫所有的生命 但是我們叫整隻鬼 我們要來提出全烏調世界的人 對動物的尊重 要讓動物 不是說 我們整天在撞錢一撞錢 全部的鬼都要叫來你們家 你怎麼倒去 我跟你說 不可能有這種事 我們是利用這個社會 他們在吃牛 我們來叫整隻牛 他們在吃豬肉 我們來叫整隻豬 而且豬肉 在豬肉 在豬肉 豬肉比鞋子更聰明 豬肉比鞋子更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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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我這樣說 這個叫方便波羅蜜 你要怎麼用一隻豬肉 來做世間的人 各種 了解 動物也要 動物也要想要離婚 動物最後也要想要 你就要一直用腦筋 然後呢 就要再去參與 再去做 你就會說 放過了不太簡單 你去做一片地 把它收好 再收錢 再找人 像你 一個山要把它收到一間大樓 這個過程要多少的姻緣 這個叫善巧方便波羅蜜 所以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這個善巧方便 你如果沒有空性 你有一個屬心 你把廟蓋起來更漂亮 都是有所得的 人家又覺得說 你也不是復高 你是做比較大 你比較有福 你去 去比較大樓 當中去比較大樓 這個沒有盡力 沒有盡力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空性 去蓋一間火星 它可能就會利用法會 寫排位多少錢 搞什麼法會 多少錢 找有錢的人 這種不是善巧方便 這是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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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巧方便 是以空性 滋壁 為本 你要去創造一個 國家也好 你要去 寫一尷尬也好 去一間火星也好 辦一個道場也好 但是這裏面 動機都是正確的 然後呢 方法 求非常現代化 超級的社修法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還要記的 就是說 這間公司辦得那麼好 我們要辦比得好 這個意思 世間人還要圓斗 你也沒有付夠圓斗 你學佛的人的重點 是世間人沒辦法給你比 所以一個學佛的人 我的師父 經常交代我說 當你走在台中那時候 你要讓世間人 包括一個好好的人 圓斗的人 方便 看到你都很慎盛 你的外表 你說我的方式 你的心態 風度翩翩 為什麼 因為 我是用佛法來做人的 過生活的 所以用佛法來穿衣服來佈置的 所以 不是在表現自己漂亮得不好的 就是利用這個法 表現出來的 像你在炒火啦 你在佈地啦 你在講幾句話啦 你在寫一篇文章啦 你在做出事的電影啦 都覺得你實在是 太特殊了 連世間 統合的設計師都要來自己 因為 你的方便 為什麼有辦法達到 你們沒想到 為了要賺錢 有辦法用那麼漂亮的東西 所以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對方知道 這個就是佛法 因為 了解因果 有空性 台幣心 善口方便 所以才有辦法做出 那麼漂亮的東西 超級世間的一切 那這點 各位一定要 記得就是說 你記得學復啦 不管你是 政產的啦 你是商品所有的啦 你是經理啦 你是商品的啦 你是當事長的啦 你是所有的一切 都要成為 人間的上人 跟別人不一樣 光明 超俗 好像過去的文人雅士 就很超俗 對不對 做鳳梯還不見得 世間人站在欲望 看鳳梯很大 但是 讀書的人不欣賞 世農工商 做一個有志氣的人比較要緊 做一個 文人雅士 但是 我們 學會的人不一樣 我們學佛的是什麼 念一遍 來 世間連花 所以各位今天 修百萬世代 我抱著什麼 那 我們表現出來 要不一樣 就像我們年輕人 在看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 生了她很漂亮 那種漂亮 不是性感 不是好驚 是你沒辦法形容的 那種的超越 為什麼 她的聲音 她的外表 她走路 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呢 沒有那麼 只能說 一個 一個 好女兒女兒 花幾百萬去爭 那種的爭 跟一個 十八歲 很紛爛 爹爹 很甘心 真的 看起來就不一樣 那叫做氣增 氣增 不是用錢 有辦法拔出來的 那在這一點 各位你一定要 在你的範圍裡面 知道說 你的氣質 有比人更好 因為我們 好好的人不是跟我們講經說話 好好的人是 你走路 你做事 你開車 讓別人的感覺 就很無聊 想要給你看兩天 好像一個 這裡面沒有夢 好像一個 很可愛的孩子 我們看的是 因為他的可愛 他的眼神 他人清 他笑起來 他人好看 我們就很愛看他 那裡面沒有夢 還沒想起 沒有夢 因為他的氣質就是這樣 像一個骰子 一個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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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子的氣質 怎麼比也沒辦法比骰子 對不對 骰子 讓我們看起來 狮子就是狮子 所以佛陀叫人中狮子 佛陀叫無上士 佛陀叫柏傑凡 就是細乾 通中涼的 細乾 多少酒頭 還不如一個酸酒 給人家的感覺 所以這點 我想各位來 一直來佛教 佛陀在 佛陀佛陀 佛陀佛陀 我們慢慢就 從這裡面 去 讓自己 提升 但是我們這個提升 不是我要贏客客人 因為我怎麼沒有這樣 提醒 我要去祚心 祚心看到我 還沒有感覺 因為 像佛陀佛陀的人 是 時時夕夕 都在關懷中心 所以我常常說 你禮不然要禮得好看 大家都看 禮不然 禮不然你關那麼多 十五年管太多了嗎 天氣冷 我禮不然 像老人 也不像出家人 穿衣 也不像出家人 不是穿衣 就好 我們出家人很麻煩 裡面就不能抵東西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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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那你這些都要顧慮好 因為出家人穿幾尾衣 像我師父談話講 我們為什麼要穿這個衣服 給人看的 鞋子 襪子 衣服 煉珠 這個是你能做到的 但是更重要是你的態度 眼神 語言 行為 感覺到 哇 你是洗乾的臉灰 不污染一世間 連吃一片飯都會有氣勁 那這片嘛 各位 像我各位電話 我看各位坐在那裡 我都在看著 那些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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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想要做菩薩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 個性循環 睡 睡的姿勢也要重演 坐的姿勢也要重演 走路 說事情 眼神 節省